欢迎南无阿弥陀佛圣诞日佛光普照 师父开示极景 关于南无阿弥陀佛的介绍 农历11月17号 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日 我们怀念这位伟大的菩萨 能够这么大慈大悲地 拥有这个用自己的愿力 显化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让我们去离苦得乐 感恩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殊胜含义 以下两段开示分别摘选字 悬疑问答2018年12月2日 和悬疑问答2018年12月23日毕 在人间有很多人在修行 对不对啊 有很多人在践行着我们 阿弥陀佛的这个伟大的这个这个 啊我们说这个教义 对不对啊 你看为什么啊 很多人啊 见了面之后都叫阿弥陀佛呢 啊 你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们称阿弥陀佛呢 对不对啊 阿弥陀佛它是代表的无量光和无量寿两重含义 对不对啊 我今天跟你冲着你说 阿弥陀佛就是给予你 菩萨会给予你无量光无量寿 听得懂了吗 那么你今天学菩萨 你希望在人间啊 拥有无量光无量寿 是不是应该传承 那么你今天说无量光无量寿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长寿 你的光芒 佛性 无微不至照到哪里 哪里就亮 那么你只要见到人 你说那么阿弥陀佛 实际上人家就是说破除灾恶 就是说我今天 你跟他一讲阿弥陀佛 就说啊 我可以消除业障 对不对啊 然后呢 第二句就是网生极乐 那么基本上 这个呢 阿弥陀佛呢 他是属于这个我们说 学那个净土法门的人 用的比较多 你看过佛陀传吗 空性悲心当中 对不对啊 万物皆成极乐萨 就是所有的万物 都会编成极乐世界的净土啊 善哉善哉 不管跟你说什么话 我都是用菩萨的无量光 无量瘦啊 无限的这个光芒啊 能够照耀我们的善 这个善是什么 人间称为善 实际上佛法界就称为什么 慈悲喜舍呀 听懂吗 听懂而已 不是完全懂 但能理解一些 你现在叫观世音菩萨 那么你叫观世音菩萨干嘛啦 你不是要拥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喜舍吗 大慈大悲吗 和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吗 那么今天你念 阿弥陀佛干嘛呢 无量光无量寿呀 那么你今天善哉善哉干嘛呢 就是让你懂得佛法的根地呀 佛法的真谛是什么啦 就众生皆具佛性呀 让你得到更多的慈悲和更多的光芒啊 听不懂啊 那您说这个法界常生阿弥陀佛 是就是说这个您说的 法界常生阿弥陀佛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佛 有很多很多的菩萨都在人间 有的是天上下来 有的是正在人间修行的 阿弥陀佛是西方三圣之一 选自2016年3月27日 观世音菩萨诞辰诚日开示 在西方三圣当中啊 观世音菩萨他坐在的 他站在的位置呢 是叫上手 那个当中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是在他的上手 所以大家知道上手就是左手 右手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师智菩萨 所以呢 一起称为呢 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的伟大愿力 四十八大愿 选自今生闻佛断梵根 一世修成报佛恩下 2016年9月3日 卢军洪台长温哥华 悬议宗述大型解答会开示摘要 历代高生大德 他们能够成功 无一不是靠着愿力而来 想一想 普贤菩萨有十大愿力 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愿 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 阿弥陀佛有地狱不空 四不成佛的悲愿 许多佛菩萨的大愿 无一不是我们学佛者的榜样 阿弥陀佛以愿力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接引众生 选字 选一问答 2018年12月23日 B 阿弥陀佛非常伟大 他用自己的愿力来救助众生 他今天能够用自己的愿力 对不对 能够让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接引众生 你想想看 他是多么多么的 一个伟大的一个大佛 他是无量佛 无量光佛 无量受佛 所以你看有的庙里 为什么同样的佛有三尊呢 其实就是他说 他的法身 他所布施出那种光芒 那么就是给大家众生 带来佛光普照啦 引领众生啦 所以为什么说 阿弥陀佛是散导大师啊 因为他建立了极乐世界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阿弥陀佛他带领着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脱离的人间的虚假思维 能够进入正念的一个大菩萨大佛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他本身就是无量受 无量得 无量福的 让大家能够懂得这些 能够开智慧的 这是最重要的 阿弥陀佛涅盘后的西方极乐世界 选自2019年11月27日 悉尼弟子课开示 那么阿弥陀佛涅盘之后 也许有的众生是见不到佛了 但如果有菩萨能够得念佛三昧 师父过去教过你们的念佛三昧 你就可以常见阿弥陀佛的不灭法身 就是说阿弥陀佛已经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显现 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或者众生的心里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你们在人间有一个很伟大的人 你们很喜欢他 过去你们可以跟他在一起见到 等到他涅盘之后 你们只能在心里 只要想到他就会拥有他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阿弥陀佛灭度之后 极乐世界的一切宝物流水 这个七宝吃八宫得水 莲花啦 宝树啦 仍然恒长的演说法音 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 包括树 包括所有的水呀 过去的这种七宝吃八宫得水 照样他们有法音流出的 和阿弥陀佛亲生说法没有差别 实际上就是人间的录音机 随时随地可以听的 你想听哪个就听哪个在天上 所以阿弥陀佛正法灭后 过了中叶明相出现时 观世音菩萨将在七宝菩提树下 结家夫作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 名号为 普光功德三王如来 在阿弥陀佛圣诞日念礼佛大忏悔文 即烧小房子数量 12月10日农历11月17 阿弥陀佛诞辰日 礼佛大忏悔文当天可以不超过49遍 小房子烧送 自己的几种小房子 自己要经者 流产孩子 梦见的亡人 自己名字房子要经者 加起来不超过49张 特殊情况可以最多69张 给其他人的小房子可以单独计算 我们一定要修到最高境界 因为有很多我们的亲人还等着我们呢 那就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还有我们的佛陀 还有更多的十方佛 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摆脱人间的苦难 人成及佛成 记住台长一句话 好好的做人 把自己的家 从今天开始就变成一个人间乐土 把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人间乐土 我们要和平 要团结 要和睦 从家庭做起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佛法 那是我们的精神 那是我们的心 一定要真心学佛 我们彻底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我们就是一个无罪的人 就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人 没有污染的人 没有贪嗔痴的人 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佛 台长与大家共勉 台长与大家共勉 不灭 有些交流 请讲